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5月23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和大家過今天的新聞提要 新任美國會中國委員會主席開元卓會議 關注香港狀況 與會者促請盡快通過港經貿辦法案 海外港人組織呼籲全球各地政府徹查經貿辦 重新審視他們的地位 解放軍連續兩天在台灣周邊進行軍事演習 聲稱是要懲戒台獨 詳細的新聞內容 美國國會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 在美國時間週四下午召開元卓會議 討論香港未來與美國對港政策 兩名被港府懸紅通緝的海外港人 許永廷和少南有份出席 許永廷在會議上提及德國和英國當局 日前分別拘捕港府職員 在海外掛名推廣貿易 實情卻是監視社運人士 建議美國國會盡快通過法案 關閉港府駐美國的三個經貿辦 聽說江榮報導 江上任中國問題特別委員會的主席 眾議員穆納李主持的第二個公開會議 便將焦點集中在香港 突顯他對香港的關注 他批評北京沒有遵守一國兩制 違背承諾褫奪港人自治權 打壓港人的言論自由 而這一切都威脅美國的核心價值 所以美國人都相當關注 民主黨成員克里希臘莫提也強調 香港實際上已由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 而且是由中央直接管治 據住華盛頓的海外港人許永廷 早前曾向本台表示 覺得自己和港府經貿辦為頓 明知袁洪通緝他 想將他拘捕的職員就更在紫尺 感到十分諷刺 他今天在會議期間 亦有向委員會議員再次談及此事 並且將英國間諜案 和美國的香港經貿辦相提並論 在昨天月的英國和英國公司 都整容了四人 郝榮廷建议众议院尽快通过法案HR1103号 香港经济及贸易办事处认证法 除非香港恢复自治 否则美国政府应取消给予香港在美国设立的三个经贸办的豁免权 德国上月拘捕三名为中国服务的间谍 其中一人证实曾在港贸易发展局工作 英国上周也爆出间谍案 牵涉三人怀疑为港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监控英国当地港人 其中一名被告被证实为现职经贸办职员袁重彪 证据显示另外两人亦受估于经贸办从事保安工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江永报道 涉香港伦敦经贸办间谍案被告Matthew Trickett 周日被发现陈私在公园死因未明 Matthew Trickett年初在教育局长蔡若连访英期间 在多个场合被影到在蔡若连旁边出现 相信是为蔡若连提供保安服务 证明他和香港政府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 据港人组织透露 香港经贸办这种运作方式 在美国也同样出现 听听梁敏康报道 翻查大部浸讯会公立学校的Facebook 该校多名师生 一月底去了伦敦参观国际教育展览Best Show 期间蔡若连也有同行 在其中一张蔡若连和学生的合照上 可以看到Matthew Trickett身穿西装站在后面 颗上挂有一张证件 相信当时是为蔡若连提供保安服务 另外香港01报道 有网上图片显示蔡若连 在放映期间也曾经和该校师生 在一间中式食市用线 期间Trickett被拍到 和伦敦经贸办行政主任 按中01被告员重标同台用餐 根据英国公司注册资料 Matthew Trickett在2021年 创办为MTR Consultancy的有限公司 业务性质、报清和私人保安活动相关 该公司去到星期四仍然存在 也没有报清又有无合夥人 香港民主委员会研究员黄乐枝表示 英国爆出的间谍案令人担忧 据他所知 驻华府的经贸办职员 也都对居住在当地的港人 进行类似的监视活动 所以他呼吁 全球各地政府都应该撤查经贸办的活动 是否合乎当地法律 并且重新审视经贸办的特殊外交地位 很多不同的香港组织包括HKDC 都一向有怀疑HKETO和跨境镇压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有关系的 同时我们在DC都经验过一些事件 还有我们都observe过有些HKETO的行为 令到我们认为HKETO和中共的跨境镇压 活动有关系的 不过这个英国的间谍案 是我想最明显的证据 和最重要的evidence so far 黄乐枝透露 又在华盛顿生活的香港人 在美国大学校园内 被自称经贸办的职员接近 要求帮助搜集当地知名示威者的个人信息 驻华库经贸办职员 又会在办公室内 拍摄街外示威者的相片 也都曾经报警 驱散街外聚集的示威者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明康报道 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在周一发表就职演说 明确指出同中国互不隶属 北京同官媒不单止针对他的立场连番狠批 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 更采取军事行动 周四和周五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 声称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惩戒 有军事专家分析 这次军演已经从美国前 众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围台军演 升级为困台军演 切断台湾所有军事援助路线 听下钟广正李向阳报道 解放军的军演由周四上午7点45分开始 集中在台湾的北部、南部、东部和金门岛 马祖、乌幽、东引岛周边 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 重点演练联联合海空战备警察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征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舰机飞近台湾周边战场 岛连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接受访问时表示 相对美国前众议院议长2022年访台时 中国在台湾岛四周举行围台军演 今次军演范围更扩大至外岛 可以称为困台军演 台湾的总统府发言人葛夏慧表示 当前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 在维持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 但遗憾看到中国已淡变的军事行为 威胁台湾的民主自由 以及区域和平稳定现状 总统府一贯的立场是 维持区域合并稳定 这是两岸共同的目标跟责任 国安团队以及国军各个单位 对于军演的情况都有权劲性的掌握 面对外界的挑衅威胁 我们会持续捍卫民主 有信心也有能力守护国家的安全 国防部发言人孙夏慧回应指 近年中共持续派遣机军艦骚扫 以对全球和平稳定造成实质侵害 陆委会发表声明表达强烈抗议与不满 要求中共应停止不理性的军事挑衅作为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杰仲指出 演习内容中的联合海空战备警察 以及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加上在台湾周边所或设的演习区域范围 作为演练各兵总在台湾周边 实施联合封锁作战 以切断台军对外的海空联系 并辞制阻止海空军主力调动 破坏国军的海空军的战力保存计划 是以武力犯台作战各阶段为场景的演习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钟广正李向阳报道 梵蒂江召开首届中国主教会议百年纪念研讨会 三位中国天主教外国会和主教团成员语会 教宗和教廷书记主教柏罗林对外发表演说 柏罗林表示 梵蒂江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 有评论批评 梵蒂江向北京屈塞 继梵中主教协议会后 再和恶人激掌 听下吴亦彤宋子杰报道 根据路透社报道 梵蒂江国务卿书记主教柏罗林 星期二表示 梵蒂江希望在中国设立常设办事处 这个将是梵蒂江和北京外交关系的重大升级 身为教宗方制国副手的柏罗林说 长期以来 一直都希望能够在中国拥有稳定的存在 他又说 梵蒂江可以考虑 为此制定新的外交方案 梵蒂江去年获准在越南派驻教宗常驻代表 而越南是另一个 和梵蒂江没有外交关系的共产党国家 柏罗林建议向中国派驻的特使可以采用不同的投行 他还透露 梵蒂江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主教团的认可 也都在议程当中 并且正在进行的工作 柏罗林星期二 也都在梵蒂江主办的首届中国主教会议 百年纪念研讨会上发言 会议邀请了中国天主教团主席 上海主教沈斌 以及中国天主教外国会秘书长谭立柱等 中国官方教会高层参加 教宗方济角也都透过影片致辞 他表示 中国天主教会现在已于罗马天主教共用 香港天主教徒 目前是日本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的潘家伟 向本台表示 近年来 很多忠于罗马教庭的中国天主教徒 神父受到打压 而柏罗林对此选择性失明 他又说中国天主教会和罗马教会共用 实际上是向北京屈膝 就是跟中国天主教的教育来做的 只要是跟中国有机会建交 他都会毫无抵擅地迎合中国政府 就是跟中国天主教官方教会协调 他根本都没有谈关于中国教会的宗教自由的问题 没有支持忠于教庭的交友神父 他只不过是你是勾结中国政府 你怎么共用呢 判教会批评教庭被中国官方天主教团登堂入室 这个是梵蒂岗最黑暗的时代 强烈批评教庭 现在这个教庭跟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一些原则 完全是三违背的 只要是中国政府任命的 教庭没有说什么 完全是孤把信仰放在这个谈判里面的 教庭现在是最黑暗的时代 德国台湾锐牧师时评人程世光接受本台访问时 批评梵蒂岗与恶人激奖 现在梵蒂岗所作所为 是以恶人紧张与魔鬼共亡 中国的信仰自由 特别对基督徒 对穆斯林 对藏民的逼迫是越来越严重的 梵蒂岗是反其道恶行 程世光又说 在德国纳水时代 也有教会纵容 或者放任希特拉的恶行 通通都受到真正天主教徒的唾弃 而梵蒂岗向习近平妥协 也将会摧毁梵蒂岗灯塔 梵蒂岗活动的高级发言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郑晓军就赞扬方济国对中国的接触 并指宗教自由在中国得到充分保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亦彤 宋子杰回答 黎智英案周四续审 控方继续播放黎智英的访谈和节目片段 其中黎智英认为 越来越多中国人到外地旅行 受旅游啟发 相信很多人会利用知识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 使得中国承受压力 在节目中 黎智英批评梵蒂岗 武就香港或中国的人权状况发声 他同时赞扬天主教香港教区 荣优主教陈日军 当时以高龄到梵蒂岗求见教中 就香港主教任命尝试提出意见 听下本台记者报道 控方今天在庭上先后播放几条片段 黎智英在回应海外读者提问时 表示中国在20年后可能会变成台湾的政治体系 或者像俄罗斯这样的独裁国家 又或者可能保持不变 即然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他说自己看到中国人在外国旅行 因而知道世界是怎样的样 包括知道自由世界的人过着怎样的生活 有自己的灵魂 所以相信当越多中国人到海外旅行 将越多人受到旅行启发 在当今的资讯世界里面 知识就是力量 相信人会利用知识 为自己生活争取更多自由 法律和安全 不过他也补充 这种情况可能会令到中共承受越大压力 当人民没有安全感 中共就必须对人民进行一定程度的压制 黎智英之后在另一次节目里面 同场嘉宾是南华早报前总编辑Mark Clifford 和美国学者Thomas Shetard 黎智英提到美国的强硬立场 是为中国崛起作准备 又说当时特朗普政府利用科技 压制中国军事化崛起 反应未算太迟 他又说由于中国极度依赖外国技术 将难以推进自己的技术研究 另一方面 欧洲国家也十分依赖美国技术 他们可能会仿效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制裁 所以西方的科技制裁 将会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打击 同时预测将会导致台湾 有机会成为亚洲科技中心 黎智英表示 台湾过往非常谨慎 不愿意和美国走得太近 但他希望台湾政府能够积极跟随美国政策 而在10月8日的Live Check with Jimmy Lai 嘉宾除了南华早报前总编辑Mark Clifford之外 还有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优主教陈日军书基 陈日军当时在节目中表示 会跟教宗讲任命下一任香港主教时应该以宗教角度考虑而不是政治考虑 陈日军又提及自己就下任香港主教去罗马求见教宗方济各时被拒 他又提到内地的地下教会近年因为未获凡帝光支持而变得越来越弱 黎智英就同意说地下教会显然已经被梵帝光抛弃 直言地下教会被丢到中共的镇压受苦 不过地下教会信徒可能身体上更弱 但精神上就更加强大 黎智英又赞扬陈日军在88岁之灵去到罗马 就下任香港主教的任命尝试提出意见 虽然失败但表现出的道德令人佩服 而在10月6日的A Conversation with Jimmy Lai at the Anapa Institute 2020 Summer Conference 篇段里面 黎智英就说到自己被捕后的情况 当时益述上一次被捕的时候 被还压在收压所和躺在地板 他当时问自己 若果我知道将会坐牢 我还会不会做同样的事呢 他很快就回答自己 我会做同样的事 因为这个是我的方式 这个是我的性格 若果性格是命运 又说若果自己离开 不单止会放弃自己的命运 更加是放弃了上帝、宗教 他说若果我不能够改变他 我必须接受我的信仰 此外黎智英提到 中共非常害怕宗教组织 因为若果有信仰 可以很容易组织起来 并反对中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听下几則新闻简讯 美国国会上月通过法案 强制TikTok脱离中国母公司 字节跳动 否则将在美国面临被禁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CNN 引述TikTok的员工透露 公司计划在全球 营运及行销部门进行大裁员 TikTok的管理层 周已向员工发出内部信件 被裁员工已经陆续收到通知 报道说 估计有1000名员工的 TikTok全球用户 营运部门将会被解散 未被解雇的员工 将加入信任与安全 行销内容和产品的团队 消息人士指 这次裁员和TikTok 在美国所面临的 法律和政治局面无关 TikTok还未回应有关的报道 外界相信裁员 是为了降低营运成本 根据TikTok去年公布 美国分公司有7000名员工 中国和菲律宾有没有就 南海局势达成君子协定 持续发酵 菲律宾海军中将卡洛斯 周三出席国会听证会 否认为了缓和南海紧张局势 而跟北京达成协议 并指控住马尼拉中国大使馆 未经许同意 秘密录下了通话内容 卡洛斯表示 今年1月 接获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的武官来电 他未有同意让步 双方的通话 约3-5分钟 下一次非常非正式 而且随意的交谈 据当地的媒体报道 卡洛斯已经被撤去 菲律宾武装部队 西部军区司令部司令的职务 但当局强调 他被解析和上述的录音无关 中国经济下行 金融机构纷纷大幅减薪 降幅甚至达到四成 澎湃新闻报道 中国西部某间地方银行 一名曾经月入如万元人民币的客户经理 在扣除保险和公积金后 到手的薪金不足一千元 大幅缩水九成 报道指 该名客户经理主要负责存款和零售业务 但今年以来 他拉的客户存款所得的佣金大幅下降 月薪因此都竟减超过九成 同时银行为了达到减薪的目的 也都调整了考核方式 中国互联网历史文章或信息 正在快速消失 在中文简体自世界里面 有作者搜索发现 十多年前的文章已经消失 一篇名为 《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的文章 周三晚在网络上热传 该文作者写道 如果在百度搜索马云这两个字 将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 能够搜出的信息只有一条 马化腾 雷军 任正非等 甚至是当时红极一时的网红 歌声 名声 结果都是一样 文章分析说 中国互联网的文章和信息 迅速消失一是经济原因 改变经营方式 或者无力经营导致关闭网站 另一个就是受到监管的原因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节目 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这终结束我们的节目 从 Washington 中文字幕录放宽 中文字幕探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